你 轩儿 轩儿 回莫烧前哪儿去吧 什么 我求求你回去吧 你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昨天晚上 博少娟给我打了一电话 她说你回来了 她 她要挟我 所以你就连舅妈也利用了 你知道舅妈对我好 你知道我不忍心看着舅妈和帅帅 没了丈夫没了爸 同学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 你就看见你舅妈还有帅帅的奋长 那我就活该牺牲了 不 雪儿 挺舅舅的 你不是已经跟她三年了吗 那 那咱们就再跟三年 不 也许一年 一年她就不要你了 她就嫌弃你了 她那个 为什么 为什么舅妈对我那么厚 你却对我那么坏 为什么 雪儿 雪 我不会做出卖女儿这种事啊 我刚才也跟你舅妈打了个电话 谢谢你 没把我的事告诉她 你马上搬回家来住 别再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 回牧手前而去 你不是已经跟她三年了吗 那咱们就再跟三年 不 也许一年 一年她就不要你了 她就嫌弃你了 怎么了 苦恼 我是已经死了吗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啊 我宁可我已经死了 我们是在阴阳路上见你 你也是已经死了吧 那让我们一起死好 想跟我一起死 你就那么舍不得我 刚才想什么呢 是不是在想 为什么舅妈那么好 而舅舅却那么坏 你在苦恼 是不是为了保护那么好的舅妈 再一次牺牲自己 去救那么坏的舅舅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无所谓啊 反正我唯一的目的 就是不放一走 阴阳 明暗 黑白 其实并不像世人想的 那么干脆 并不是选择了白 你就不是黑 你选择了光 你就不是暗 有时候你怎么选择 结果都是一样 比如说 你舅妈是光明 你舅舅是阴暗 你为了保护你舅妈 就要再一次回到我身边 那就是回到了阴暗 那如果你选择了自保 而不理舅舅的死活 你是回到了光明 但同时你也会发现 原来自己可以那么自私 原来你自己也有 那么阴暗的一面 当你看到你舅妈 整天为了舅舅坐牢 而终日以泪洗面 那你这一辈子都活在阴暗里面 所以到最后 你离不离开我 结果还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为什么看到我痛苦 你会快乐呢 那是因为 我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的人 我想有人捧 而你是最好的人选 我是来带你走的 就让我们 一起下地狱吧 我闹难以下地狱的